第27季第8集 玩具TV 打算你第27季第8集 可能要软撞 软撞少少 看到少少 我们基本上都介绍过 不少的幻股战技产品 幻股战技其实都出得挺密 刚刚之前出的《狂志仙》装 我突然转过来有新的产品 我不是说狂战士差 狂战士非常漂亮 我差点落胆 这一款我落硬胆 因为这是你最爱的军事 虽然背景是幻股 但这一款你放在现代军事科技 也不会觉得有冲突 今次的主角是什么 就是镜头前这一款 已经砌出来 就是这个幻股巨人4号机 山地巨人 再加上幻股战士小队的 扮用装备型 厉害 好流利 好流利 再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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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就是 之前已经出过冰箱巨人 老实实就是 今天它是处理了 但是在彩的彩里 有刻手都可以改模 很厉害 大家看到 眼前这一座组口 就是这个 再具模式 再加上三个小兵的小队 气势都出来 mantra 看一看BOX ARTS,麻煩把鏡頭轉到這邊 非常踏實的一個封面 也有主體的漫畫造型 因為之前就是武士風 即是維京人拿著大錘仔和盾牌 這次突然變成軍事風 就是拿著這支重機槍 這個真的適合 看看產品 可以看到這裏 有三個兵仔坐在這裏 可以玩的地方 這裏就是駕駛艙 這種載具不是真的坐過兵仔 就是放進去 因為它的比例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例如之前的黑白狼 人都是騎上去的 不是坐在駕駛艙上 這裏可以關上它 這裏有些飛彈的背景可以收起來 兩個人仔可以拉著兩個旁邊 很棒 先拿走個人仔 等我拿一個人仔過癮 好 還有很多背景 哇 這次的載具 你見到它明顯改模 就是這個這麼有氣勢的車頭 這個車頭 改了還有四個鑽頭 鑽頭是什麼 鑽頭就是男人的浪漫 這次有四個的 四重浪漫 這個鑽頭可以收起來 還可以拆進去 還可以拆進去嗎 還可以拆進去 玩法就更加多了 最棒的是這個鑽頭 機械人的時候 都可以放在前後 如果可以 跟敵人對戰的時候 就繞進去 一邊轉 應該就會有氣勢了 好 後面看到有一個子彈鑑的配件 還有一個斧頭 這兩個是幫助 令載具合多了之後 更加穩固的 是幫手 而這個重機槍 也收到這裡 變成所有東西 完全收留在載具形態上 它都很G2 這個感覺 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 好 這個變形 首先就把這些東西拆開 好 那我就會變一變形 好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聽一下 對白 對白 先錄上去 上面 好 就聽一下德哥的聲音道 開車 把下面那個主要 收了它 更加理想 好 收了這個人 好 現在就做一個關於 山地巨人的設定解說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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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嗎 根本的 活動計劃裡面 幻古巨人的量產四號基 原形就是 Archicore 地底為蹤中 發掘的古代巨人兵器 以巨人複數軍隊化為目的的開發 将稀有的环古核心一分为三 将子核心置入三具巨人机体 成为共享一个意识群体 以达成更多的建造数量 群体行动那时候就好像大地发出路敲般的气势 所以就命名为山地巨人 山地巨人的自我意识相当简单 令一般的士兵不需要特殊的精神力 亦都可以下达指令战斗 不过动作灵活性就不高 不擅长近伸展 所以它就配备了大范围的杀伤远程武器为主 主要武装就是PPS-122能量加龙炮 能量守抚 战斗小刀 灾具形态之下自我意识就会暂时关闭 但是操控方式和一般的车辆载具是相同的 外观就以军用运输车GAZ-96形为正规军用的版本 可用于人员的搭载 特位作战和机具运输等作业 目前维克王国三具山地巨人 都是世界之树军团服营 注册在欧马大公国的 跟着补充的就是它的比例是1比35 全高大约是9寸左右 是不需要上息 你买回去就完成了 另外全身也有超过30处的关节 任何生动的姿势也可以很轻松地摆出来 至于变形重点是什么 你看着阿迪就知道不需要用替换件 就可以变成军用运输车 和山地巨人 当然不少的是它的武器 武器也包括了能量加龙炮 能量守抚 和战斗小刀等等 当然刚才阿迪也介绍过 所有载具都可以被驾驶员 塞进驾驶仓里 其实是可以的 当然 当它变得这么过瘾 也有不少合金零件 令到它看下去的重金属感 和关节的松紧度 也会有非常完善的表达 既然它和之前那支构材都一样 是否可以用它来和其他机体牵合 我不肯定胸口的甲是否同样的构材 因为它始终改了 不知道它是否继续到的胸口 胸口甲 但撇除胸口甲应该其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即是手那些 手那些应该可以 黑白狼都可以放在这里 颜色就不太合适 纯粹是这一样东西 可能它会出军事风的黑白狼 颜暖得又来 颜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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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它玩的时候也关闭一下这边 我随便拿了一个冰冷了一阵 都是他妈的好玩 这个正面 可能要前一点 你看回本身它的工具的尺寸 可想而知 基本上你只是独立玩这一只东西的迫力有多厉害 还有它的marking也是非常清晰 1比35 scale 这些真是好玩到一个点 手榴弹 手榴弹 屁股有个楼 拿着刀也可以 枪也可以 背脊的巨型 机关炮 还有一个黏着的可动 好东西 好东西 差不多半大了 另外真的要炸一炸冰仔的上色的二印 那些冰绿色的迷彩 都是非常之正的 虽然用的地方不多 但是 是非常之精准的 重点是什么呢 shoutyouit 关节是实格 我又不敢说很实 但是 够用 绝对是合格有余 置你争取了少少时间 你怎么那么压暗 还是要弄个光一级或者两级 應該調校 是不是不在OSO 有沒有調校 它挺好的世界樹 那個marking 都很仔細 不好意思 我又要塞一塞 嘩 挺漂亮 本身 logo 的 design 都有一瘦 真的 後面那個射燈 好一點 嘩 一天都光光了 好了 那就變完了 山地巨人 嘩 英俊 看見那些重機槍 感覺上 還有這個綠色的 轉一個圈 跟之前的版本 完全是兩個風格 好軍事feel 尤其是眼頭這種 就好像 嘴擊高達 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這隻 整體刺毛 這隻 嘴刺 挺漂亮 再加上一些軍事marking 對 附帶 槍 可以雙槍 那些彈甲 就可以放在這邊 跟著手褲 的位置 可以找個洞 又可以插 嘩 又是沒有 沒有任何 需要 成餘零件 那些戰鬥員 可以騎著 爬著 蹲著 蹲著 還有沒有 可以握到 有沒有位置可以讓人仔握到 如果是變成機械人 就比較難 但是可以 可以坐在這個位置 嘩 但是就要很穩陣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車門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人 類似是這樣的 可以玩也可以的 不過這個就要平衡一下 是正的 但是當然 你這樣走路是很抖的 是擺到的 很辛苦 你轉都不跌 好厲害 一定要買勞工保險 對 如果有三個隊員 你要買三格才夠用 好了 可以說一下兵仔 介紹一下 德哥 介紹完了 好了 也是一罐 骨架 然後配上外骨架 你看到這麼小 裡面的大 有些拉巴 很多 對 這個世界樹的設計 那個錶 軍輝很漂亮 而且它本身 其實腰部一定會有一些 叫做武器掛點 你可以把手榴彈也好 什麼都好 就掛上去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還有本身這三隻兵 它的兵裝 主兵裝是不同的 有追擊槍 有虎槍 有盾 有盾 有大炮 有斧頭 基本上 你想儲齊兵器 你就真的要買三個 最貼心就是有 有橙色的隊長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單膜頭 還有一個是沒有膜頭 有大中小 不同的 有不同款 總之就是一類兵 因為它專門玩這些 都給你感覺 好像你玩那些 外國人很喜歡玩那些 戰棋的類型 它的設計 認真是比這個 WAR HARMOR好多 我想問 迪你覺得機械人的手感 它是否有進步過上次 是有的 比起之前 因為始終是第一個產品 可能還有些東西未完善 我覺得可動的手感 比上次 可動的手感更美 尤其是手部這個結構 現在感覺上就已經實造了 就是比較 大腿的HIP HIP 膝頭膏 膝頭膏 這條子都很美 都做得很美 這次是你知不知道 只想問你 好像 好像 五個千 七還是五個 你知道 而最棒的是 它真的有一個地台 讓你扮演 戰棋 它就是戰棋 MINNATURE WAHAMA加Transformer 幾樣 你看看 這麼後圍形 一個顯示 有實在 有實在 很有潛力 我覺得這個牌子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不同的勢力 還有一些兵制 我們來一次也會繼續介紹給大家看 對 這隻真的有些 突然間開了一個 有沒有字 讓他拿 認真 好 就是了 好 那就玩到這裡了 我們轉頭繼續 還有其他東西 可能是10點多 10點10 轉頭見 我想知道 是 這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一左手 那個 然後 那個 她說什麼 那個 那就是 什麼 有什麼 那就是 看看